《扶貧智庫》在200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 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好了一系我們的節目時間了 遺菌這件事 有兩條帶子的 遺菌英文是什麼呢 不過你都看到 APRON 如果你純粹拼音 ONON RONRON PRON PRON APRON E PRON 就很辛苦了 不用的 自在 APRON My mom's got this apron 遺菌是APRON 很多人都知道的了 但遺菌呢 代表媽媽 很多時候 我們說中文 說人家裙腳仔 有一個比較古舊式的說法 He's tied to his mother's apron strings 因為遺菌通常都綁住有兩條帶子 He's tied to his mother's apron strings APRON S strings 你也可以不需要這個 APRON S strings 就行了 如果不是 MOTHER's apron S strings 不是很奇怪嗎 APRON S strings 如果有人說 你長大了 Man up 做一個大男人 即男人 不要經常黏著媽媽 Cut the apron strings Cut the apron strings Cut the apron strings 但是這個說法 現在都 劈一點 一般人要來笑人 裙腳仔 通常都是Mummy boy Mummy boy 都有這樣的說法 有沒有apostrophe s 都可以了 是明白的 APRON 跟遺菌 媽媽 女人有關 幾乎很多人都知道 但APRON有一個特別的解釋 大家可能不太留意 停機瓶 被飛機停泊 拍機位 拍飛機的位 the apron 另外一個字 就是要來形容 飛機降落之後 駛去停機瓶之前 before it reaches the apron 它的動作就是 the plane taxied to a stop the plane was taxying to a halt taxi 的士 所有人都知道 但原來形容 飛機慢慢走在地面 那個情況 就用的士這個字 taxying 最特別的 大家看到 看起來不像英文 taxying有兩個i 似乎不是慣常看到英文字的寸法 但是有這件事發生 taxying 另一個字 我即時想想 vv 是不是很奇怪 是不是不像英文字來的 save save就是 就是熄悉 很通透 對一件事 一個範疇 就是有一點專家的意思 但是平時用語 就是別人跟你說 please keep quiet save 就是 do you understand 明白嗎 不要吵 save 明白嗎 save 你可以回答 no savvy 都可以的 但是就少人說 save這個字 現在一般是說得比較正面的 譬如說有人 IT很厲害 任何IT東西 問他他都認識的 he is so IT-save 如果有人自稱對傳媒很熟悉的 有關新聞的東西 他甚麼都知道的 你可以說 he claims to be media-save 有人說他對酒 簡直是一個專家 he is wine savvy 這樣都可以 這個字是甚麼來的 甚麼vv那麼怪的 話說是一個說法 來自法文 法文問人家 你明白嗎 save vous 你知不知道一件事 save vous save vous vv 就簡潔了 變成pigeon english 有少少傻英文 save vous save 是這樣來的 好了 今天談到這裡 拜拜 向你誠意推薦i read i read 是甚麼理 i read 是一個公共出版服務 公共出版服務 主要服務非政府組織 公民社會組織 網民等等 將他們的書籍 看物 和博物等等 發成電子書 令讀者可以隨時隨地利用 iPad iPhone 或者其他手提電子裝置 觀看電子書內容 這個就是iRead 和你看普通書一樣 甚至即時連上不同 社交媒體的頻道 連結到作者網站交流心得 實行多媒體互動 你還可以download書內的相片 觀賞 或者下載隨書影片 絲由按照片 轉訊息 任由 跟著 公共出版服務 博物 公共出版物